快艇主场布迪金块确定无缘季后赛 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快艇金在主场迎战金块 经过四节激战后 以115比134布迪金块 不但苦吞二连败也确定无缘季后赛 这也是快艇近七年来首度没有打进季后赛 从2011至12球季船长保罗 Chris Paul被交易到快艇与盖蓝哥哥瑞芬 Blake Griffin和明星中锋 D.Chelden & Jordan组成空炮之城以来 过去六年快艇每年都打进季后赛 虽然始终未能在季后赛中突破 快艇仍是一只不可小觑的竞旅 不过船长保罗Chris Paul 在去年夏天终于决定跳船改搭火箭 本季快艇又遭遇重大伤兵困扰 最终快艇将把看板球星葛瑞芬交易到活塞 换来T.Harlis Tobias Harris 布莱德利Avery Bradley与玛利亚努维 Bob and Maginnovic以及夏季首轮 四轮选秀全各一宣告正式进入重建期 快艇金在主场大败给金块之后 也是他们七年来首次五元季后赛 交易截止日期前才交易到快艇的前锋T 哈里斯在受访时说我们之前的目标是打入季后赛 这也是我的目标 很想帮球队打入季后赛 但我们却没能做到 我觉得很失望 气馁 而过去生涯中一向被定位成板邓暴徒的鲁长老L 威廉斯 L Williams 本期在快艇打出生涯最佳表现 但也谈到了今日失利难掩失望的表示 真的很令人失望 看看我们经历的这些事 我们努力为自己争取了机会 但真的精品力尽了 前锋T 哈里斯中 USA Today Sports 鲁长老L 威廉斯 美联社 我们下期再见